现在到了手机时间啦 没错 你可以让手机爆出谁打电话来 用它拍出超清晰的微距摄影照片 或将产品设定为到了家或安全的地方 就能自动解锁呢 而且这些对于升级你的手机来说 只是可以做的许多事情当中小小的一部分而已哦 把手机的声音关掉 好让电力维持更长时间 也别忘了关振动 因为它真的很浪费电 如果你使用插座充电 手机就会充得比较快 当然你可以用USB线连到电脑或汽车来帮手机充电 但这会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如果你只需要隐藏一次电话号码 可以输入井319 再加上电话号码 你的手机会播出电话 但对方却看不见你的号码 这个功能只适用于当下播出的那通电话 手机在机壳中会发热而且不透气 因此当手机在充电时 最好能把机壳拿掉 这样的话热就能够自由的透过手机本身散掉 而不会累积在机壳里了 如果你得把手机交给他人 但还是想让个人资料保密 那就使用访客模式吧 用两只手指由上而下滑动 然后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者图示 这样新增访客的图示就会出现 选择你要让那位操作你智慧型手机的人 使用什么功能即可 你可以把手机当作电视遥控器 有些App能让你透过WiFi或蓝牙功能连上电视 谈到速度的话 无线充电器根本比不上传统的充电器那么有效率 它们是很方便没错 也很美观 但如果你需要很快帮手机充电的话 无线充电器不适合 在预设值下 电源键提供了多个可以选择的选项 静音模式 飞航模式 或是将手机关机 按下 新 锦 锦 锦 7594 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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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号码 就能让你更改电源键的设定 不过 这组号码只适用于Android手机 你现在才说 使用雷射笔上面的透镜 来拍出超清晰的微距摄影照片吧 将雷射透镜放在法夹的开口端 把它固定在后镜头的上方 然后用胶带固定住法夹即可 这组号码能够启动来电等候功能 它能在第二通电话拨打进来的时候 让你知道 你也可以马上接听那通电话 如果你到设定 无障碍功能 放大手势 就能只靠着轻轻触碰 来放大智慧型手机萤幕的任何一个部分 这个功能对于视力不好的人来说极为重要 在没有使用蓝牙时 请务必将它关闭 这样可以帮助你阻挡许多不必要 而且可能有害的下载 而且就不会有人设法轻辱 并取得你储存在手机的资料了 如果你想重写一个字或定证错误 可以按住空白键 并将游标移到响移的位置 你可以用手机 一些透明胶带和蓝紫两色的马克笔 来制作紫外线手电筒 将一段透明胶带 粘在闪光灯上 然后用蓝色马克笔涂上颜色 加上第二层 这最后的一层应该要是紫色的 在黑暗中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你就会看到一些令人好奇的东西哦 来电宣告功能 让手机透过耳机 来告诉你来电者的姓名 这个组合 能让你的手机进入 网络设定功能的Field Mode 你会在弹出的选单中 看到有关SIM卡的资讯 它还会以数字显示出 行动网络和讯号值的效率为如何 -50到-79表示播放高画质串流影片的效果良好 -120则表示讯号不佳 务必让手机的主画面尽量保持整齐 当它很乱时 你的手机就很难把这些东西下载到同一个地方 它会为硬底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而导致手机的速度变慢 你可以在自己的Android手机上并排或上下运作两个App 若要启动这个模式 可以点下通知总栏键Overview Button 这是位于荧幕下方的方形图示 选择你想打开的App 然后将标题列拖到显示器的左侧或上方 多选一个App 来让它显示在第一个App的下方或旁边即可 这一招只能用在Samsung Galaxy手机上 如果你的音效出了问题 可以试着按 你会看到一个可以供你选择的列表 然后选下喇叭 如果你能听到音乐播放的很大声 那喇叭就算正常 如果没有声音 手机就得送修罗 智慧解锁功能 可以帮助你的手机找出安全的区域 并且能在那些地方保持自动解锁 在Android手机上 到设定安全性或安全性及位置 智慧解锁 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按照荧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这个功能只有在使用Android 5.0或更新的版本时才能使用 如果你知道手机的电量即将所剩无几 而且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充电 那就别使用相机功能 尤其别将闪光灯打开 它会比其他任何的App 都更快耗尽电池用量 这一招要献给预设浏览器设定为Chrome的Android使用者 确认你已经连上了Chrome 然后打开一个新的标签分页 在荧幕的右下角找到最近的标签分页选项 按下它之后 就会看到你在其他装置打开的所有网址了 可以让你找出你的电信业者服务中心电话号码 当你需要与他们联系 以解决任何电话相关的问题时 这是蛮好用的功能 你的手机能帮你检查看看 电视遥控器是否需要换新的电池哦 只要打开手机的照相App 然后将它切换成前镜头影像机可 拿着遥控器将它对准相机 然后按下任何一个按钮 如果你遥控器电池是正常运作的 就会看到手机萤幕上有红灯闪烁 如果没有的话 就去买些新电池吧 如果你使用的是Android手机 而且偏好用听的 而不是用看的方式来了解新收到的讯息 那么可以到设定无障碍功能 然后打开自动朗读选项 如果要提供Android装置的安全性 可以到设定安全性装置管理员 选择Android装置管理员旁边的框框 就能远端定位装置 并允许远端锁定和删除资料了 现在要是你弄掉了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透过特殊的网站定位并封锁它 而且不会遗失资料哦 心锦六七锦这组号码 能让你看到智慧型手机目前所使用的号码 在你没有接听来电时 是被转接去哪个号码的 如果你尚未更改过设定 那么来电会被转到你所属电信业者的语音信箱服务 但你可以把它换到任何其他的号码 像是你办公室的电话 家中的电话或是其他人的电话 若是Android手机的话 就到设定、通话、更多设定、来电转接 如果你用的是iPhone 可以在设定、电话、来电转接里面更改号码 不需要另外购买3G数据机或是路由起 就能在不同的装置上使用网路 只要有你的智慧型手机就够了哦 到设定、数据连线及可吸式无线基地台 然后打开可吸式WLAN无线基地台即可 手机的iMate码包含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像是制造日期、购买日期、保固资料等等 有了它的帮助 你就可以了解这台装置是否曾遗失或维修过了 在你的手机拨下星锦06锦这组号码后 就会看到iMate码了 到了一个特殊网站输入它 就能了解很多关于你的电子产品的资料咯 嘿,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